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祖兒 北約在峰會期間發表了一份操持強硬的公布 其中15次點名中國 稱其對北約成員構成系統性挑戰 這個被外界視為北約有史以來對中共最強硬的立場 中共對此瘋狂跳腳 北約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峰會 中途在7月11日發表了這份公布 北約表示 中共以其野心和強制性政策 挑戰了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 北約國家的一眾元首在公布中表示 中國採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 來擴大其全球影響力和投射力量 同時對其戰略、意圖和軍事建設保持不透明 北京尋求控制關鍵性的技術、基礎設施、 戰略物資以及供應鏈 不僅藉著其經濟槓桿製造戰略依賴 還惡意地以混合式的網絡行動 咄咄逼人的言論和假信息 來針對北約盟國 損害聯盟的安全 中共駐歐洲市團發表聲明稱 北約公布中涉及中共的內容 罔顧事實、蓄而抹黑 並反對北約涉及印太地區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彤貝格 在峰會上對記者表示 雖然北約沒有將中國定義為對手 但中共越來越多的脅迫行為 挑戰了國際秩序 他說中國越來越多地 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例如拒絕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威脅台灣 並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集結 北約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西蘭 這四個國家視為亞太地區的夥伴國家 邀請四個參與這次峰會 斯托爾·彤貝格說 亞洲對歐洲的重要性 正如歐洲對亞洲的重要性一樣 7月11日 韓國總統尹錫悅 已經在立陶縣 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彤貝格 簽訂了含蓋11個領域的 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 韓聯社報導 ITPP是由2012年韓國和北約簽署的 個別夥伴合作計劃的升級 有效期由兩年延長至四年 有助於雙方的長期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第二次參加北約峰會 他此行只在提醒北約注意東亞風險 而韓國總統尹錫悅就在朝鮮威脅上升 和與中共關係緊張的情況下 尋求深化國際的安全合作 北約和日本新的夥伴關係計劃出台之際 中共加強在印太的軍事存在 而北約正在研究和亞洲進行更深入的接觸 北約秘書長表示 日本是北約最親密的夥伴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12日就對此回應 他對新的夥伴關係表示歡迎 在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中 北約和日本雙方的合作含蓋了海洋安全保障 虛假信息對策 太空等廣泛領域 這個計劃將日本和北約在2014年制定的 個別夥伴合作計劃提升到新高度 岸田文雄在和北約秘書長 切托爾·騰貝格的聯合聲明中表示 他期待在網絡安全等新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 並希望隨著北約加強與印太地區的接觸 來加深日本和北約的合作 據報導北約正商討在東京設立辦事處 這個將會是他在亞洲的第一個辦事處 目的是促進該印太地區的磋商 中共則表示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 並警告要進行堅決回應 七國集團7月12日進一步宣布了一項國際框架 為烏克蘭提供長期安全保證鋪平道路 以增強它對俄羅斯的防禦能力 阻止俄羅斯未來的侵略 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加拿大 意大利和英國以及歐盟 在一份聯合聲明中稱 該框架包括現代先進軍事裝備 培訓、情報共享和網絡防禦等內容 作為回報 烏克蘭將承諾改善治理措施 包括通過、司法、經濟改革 和提高透明度等方式 美國總統拜登說 七個集團成員發表的這項聯合聲明 以明確我們的支持將長期持續下去 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北約峰會上 拜登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發表講話的時候稱 向烏克蘭提供長期安全承諾 不會因為等待其加盟北約進程而各自 拜登說 這個開啟了一國進程 我們每個國家 以及任何希望參與的其他國家 都將與烏克蘭談判長期雙邊安全承諾 我們將幫助烏克蘭在陸地、空中和海上 建立強大、有能力的防禦 這樣將成為該地區的穩定力量 並威懾所有的任何威脅 美國總統承諾只要需要 就會幫助烏克蘭 烏克蘭一直在推動迅速加入北約 同時抗擊俄羅斯2022年2月發動的入侵 這場入侵已造成數萬人死亡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在7月11日峰會的首日 北約領導人一致同意 烏克蘭的未來在於成為該軍事聯盟一員 但他們並未向烏克蘭發出邀請 或制定加入北約的時間表 澤連斯基教組曾批評這一立場荒謬 但7月12日他改變了說法 他說 我們可以說峰會的結果是好的 但如果有邀請的話 那就更加理想 北京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 告訴MSNBC說 拜登將與澤連斯基就烏克蘭加入北約時 而坦誠對話 北約秘書長賢斯·斯托爾騰貝格 在與澤連斯基發表講話的時候稱 烏克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北約 烏克蘭有權選擇自己的道路 斯托爾騰貝格說 這不是由莫斯科決定的 他說 對烏克蘭的安全保證必須是可信的 以阻止俄羅斯未來的攻擊 他說 當然 保證、文件、理事會會議都很重要 但現在最緊迫的任務是 確保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及其武裝部隊擁有足夠的武器 英國首相蘇納克說 為烏克蘭做出的安全保障 不是為了取代其成為北約正式成員的資格 北約成立於1949年 旨在保護盟國免受來自蘇聯的任何攻擊 冷戰結束後 部分西方國家希望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 2002年成立了類似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 2014年俄羅斯從基庫吞併黑海半島克里米亞 並支持代理人在烏克蘭東部與政府軍作戰 此後北約停止了這一接觸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 將戰爭帶回到歐洲的家門口 冷戰時期的局面再現 北約稱 在與俄羅斯交戰期間不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 美國和德國警告 不要採取任何可能令北約和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的行為 另一方面 東歐和其他地區支持烏克蘭迅速加入北約的人士 就對峰會首日令人失望的結果感到憤怒 俄羅斯稱北約東礦是對其自身安全的威脅 並迅速予以平擊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徐簡李賢的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謝謝大家 那麼